天气越来越冷 台湾齐交所今天到桃园长照中心 举办岁末送暖感恩活动 头戴叶弹帽 手拿着金光闪闪的打鼓棒 爷爷奶奶们跟着音乐卖力打鼓 展现十足活力 为齐交所岁末送暖感恩活动 揭开序幕 应该要多做一点 这个社会的公益活动 回馈社会 这才是尽到我们公司治理的这个责任 所以齐交所其实他每一年度 在营运里面都有拨这个一定金额的 这个预算来做这个社会公益活动 为了响应耶诞节 齐交所捐赠了200个百宝箱 董事长吴自新说 箱子里装的都是保暖物资 帮助长辈们度过一个暖冬 然后齐交所他本身是金融服务业 他能够取自己社会 用自己社会 落实那个老友所中 又有首要的一个世界大同的理念 然后与世界行动 让我们的社会更加享和 然后让一些的落实的团体 都得到更多的照顾 这次还特别针对桃园市的需求 捐助200万元 其中150万协助购买日照接送车 另外50万亿助儿哨发展账户奖励金 目前关怀据点加上巷弄照顾站 已经到达361处 我们希望能够发展老人的体势能 包括老人的各种文康活动 让活药老年成为我们的一个主宗 齐交所也希望透过举办公益活动 抛砖引玉 带动更多企业实现社会责任 把暖暖的爱送到台湾各个角落 东森财经新闻张珍中宇瑞 桃园采访报导 字幕发展中宾